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仇敌原文是负数的形式 所以不是指魔鬼或特定的仇敌 而是表明不管是哪一个仇敌 主都吩咐我们要去爱 逼迫原文是现在分词 表明即便逼迫你的人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你 你仍然要为他祷告 四十三节的当爱你的灵色恨你的仇敌 是引字立位纪十九章十八节三十四节 原文并没有恨你的仇敌 这是文士们自己加上去的 耶稣就拿掉这后面外加的一句 把这个律法的真正精神表明出来 耶稣想要表明的天国的伦理是 爱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